有物业专家说新加坡准备撤销管制住宅楼宇辣椒,香港也应该立刻撤辣,否则又会输给新加坡。 我觉得很奇怪,在全世界都受到疫情影响之下,新加坡政府怎会无端端撤辣?就算撤辣,打算买楼的人也因为新加坡封城而去不了买楼。 所以,新加坡现在首先要考虑何时可以解封,而非撤辣,我相信这是新闻,不过,又很难说这是新闻。 因为新闻说有全民新加坡政府打算撤辣,根本没有确认,又怎可以说是假新闻,只可以说不是新闻。 就算新加坡撤辣,而香港不撤,我不觉得输给新加坡。 如果有需要的话,香港可以即时撤辣,基本上没有损失,但反过来说,如果香港政府撤辣而新加坡最终不撤, 这在不是众了越为陷阱,而且,新加坡出辣椒的作用与香港不同。 即使新加坡撤辣,香港仍然可以不撤,新加坡推出辣椒的目的是不希望太多人在新加坡买楼。 而香港则是希望在辣椒压益之下,初次置业者或者未有留的人可以在较少竞争对手下买楼。 因为外来人士以及早已有一个住宅单位的人,他们买楼要付辣椒印花税。 既然新加坡与香港推出辣椒的目的不尽相同,是否撤辣就要看本身需要,而非见到新加坡撤香港又要撤, 谢谢观看! 嗯 嗯